1952年2月17日,正值寒冬 这艘巨大的T2游轮正在距离海岸15公里的地方 遭受风暴袭击 突然,巨大的海浪撕裂了巨轮的汗接缝 猛烈的撞击力把所有人都抛在了半空 然后狠狠砸向地面 海水也不断涌入船舱 此时老雷准备报告情况 却发现联系不上船长 只能派人去口头传达 因为如果再不停船的话 他们的船就将沉没 随手走上甲板 却看到了他永远也忘不掉的恐怖场景 游轮从中间断围两半 船长等人全部随着船头沉入海底 短暂的默哀后 众人发生了争执 因为没了控制式 他们发送不了求救信息 甚至都没人知道他们在海上 有的人认为 应该立即放下救生艇离开这艘船 有的人认为只要放下救生艇 马上就会被浪打翻 无异于自杀 老雷是最了解这艘船的人 根据他观察 隔离币将两个邮箱分开 其他邮箱完好 压在箱里的空气 足以让他们浮在海上 他告诉大家 在海上如果想要获救 那就是找到岸边 如果没有岸 那么能够救你的 真的就剩下你的船了 劝大家不要弃船 但是水位在不断上升 一旦淹没引擎 他们就将失去电力 水泵一旦不能工作 他们将会很快沉没 只有利用这四到五个小时的时间 不断鸣笛 然后让船搁浅在潜滩 争取营救时间 岸上的人听到后 就会来救援 老雷带着几个人吊起钢筋 插进舵扇里 这样他们就能手动控制方向了 然而此时另一群人 正在准备释放救生艇 老雷直接拿起斧头就走了出去 他不希望看着船员们送死 况且他的计划 还需要有他们的餐饮 来到船舰 二话不说 直接抡起膀子 砍断了救生艇的绳子 救生艇落入海中 没坚持两秒 就被海浪拍在船身上粉碎了 老雷用实际行动 阻止了他们的愚蠢行为 一群人这才反应过来 老雷救了他们一命 接着老雷开始分配工作 大家开始分头行动了起来 终于 他们发现了潜滩 然后一个一个传话 把方位告诉船舱里的人 老雷控制船的引擎 六个船员负责控制船舵 就这样 他们开着仅剩半截的船 在风暴里航行 然而没行驶多久 他们又遇到一个巨浪 顿时所有人被撞倒在地 舵柄被撞得直接击穿了船体 爬起来一看 他们刚好错过潜滩 只能来一个急转弯 才有一线希望 他们必须在两分钟之内 转角三十度 老雷决定让船倒转 利用海浪把他们推过去 他们用铁链死死固定住舵柄 然后老雷开足马力 最后终于成功搁浅 海岸边 一个居民听到了海里的汽笛声 不间断的鸣笛是求救的信号 于是赶紧跟警卫队报了案 伯尼是海岸警卫队的成员 正和米莉打算结婚 伯尼来到队长办公室 准备打结婚报告 却接到海岸附近邮轮遇险的消息 不巧的是 其他救援队都被派去 营救另一艘邮轮了 队长只能下令 让伯尼出海搜救遇难的邮轮 但是这样的天气 没有人能出得了沙坝 就连让船飘在水面上都做不到 队长派他出去 根本就是宣判了他死刑 众人都劝伯尼 让他在海湾里转一转 然后报告说自己尽力了就行了 但伯尼还是要坚持尽全力去营救 他告诉众人 有规定我们必须出海救援 但没规定我们必须回来 知道他一个人不可能完成任务 他的两个好友主动提出 跟他一起出海营救 另外一个躲避暴风雪的灯塔小哥 也主动加入救援队伍 而他们都是没有救援经验的人 其中一个还只是厨房的伙计 打开大门 呼呼的风声夹杂着雪花飘进了屋里 此时米利正打来电话 伯尼没有选择接听 转身走向门外 一切准备好 四人开着小型救援船驶向了大海 起初海滩边缘的一段海面还算平静 逐渐地离沙坝越来越近 几人听着远处海浪巨大的声音 知道别人不容小觑 于是唱起歌为自己壮胆 随着伯尼操纵感一推 他们直直冲向沙坝 仅仅第一个浪头 就高过他们船头好几倍 小船直接被抛在空中 然后狠狠砸向水面 船被大浪侧向冲了出来 大浪几次淹没掉小船 幸运的是小船还是坚持住了 但船上的罗盘却被水冲走 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方向 不可能找到遇难船只 也不可能找到方向返航 来不及思考对策 第二个巨浪又拍了过来 伯尼赶紧调转船头 直直朝着浪 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拍翻 这次巨浪打吸了引擎 他们只有几秒钟时间解决 好在最后时刻打着引擎 成功让船头对准大浪 这次大浪把他们冲得几乎垂直 还好安全跨过浪头 就这样他们一个浪一个浪地跨过 这种感觉就像俄罗斯轮盘 一轮又一轮地浪打过来 好比一次又一次扣动扳机 你不知道你会死在哪个浪 凭借着过硬的实力 伯尼驾驶船穿梭在浪间 时而从浪里穿过 时而又从水里窜出 不知跨过多少次浪 遇过多少次险 最终他们成功穿过沙坝 此时天上下着暴流 漆黑的天空下根本看不了多远 几个男人在海中拼命行驶 伯尼驾驶关掉探照灯 因为这样还能看得远些 遇难船之里 水已经灌进引擎 整船电力和动力立即消失 瞬间船上的灯光全部熄灭 只要很短的时间 水就会灌满船舱 海浪便会把船再次拖回水里 一船人就这样静静地在海里等待着 这时伯尼驾驶打开探照灯 就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们误打误撞 竟然找到了地点 还剩半截的巨轮上 站着33个船员 激动地对着救援船挥手 但是接下来才是最困难的时刻 巨大的海浪起伏超过十几米 要想登上救生船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 他们的救援船只能容纳12人 还包括四个救援人员 第一个船员顺着梯子爬了下来 他和救援船的距离忽远忽近 看准时机纵身一跃 然而却摔在船头 直接掉入水中 在船上救援人员的帮助下 终于把他拉上了船 还没等后面的人下楼梯 海浪突然晃动巨轮 几人直接摔入水中 救援人员如法炮制 拉起落水者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这个船员爬到一半 突如其来的晃动 让他从高空坠落 起伏的浪把他直接拍在救援船上 头破血流 就此沉入海底 众人没有时间默哀 因为海浪还在不停拍打巨轮 他们只能一个一个往下跳 随着人越就越多 救援船吃水越来越深 但伯尼不能先回去再来救剩下的人 他知道巨轮要不了多久 就会沉默 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船员陆续被救 随着最后一个船员老雷 登上救援船 巨轮也随着浪潮沉入了海水 一船人 就这样静静看着 心疼不已 他们开始破浪返航 由于没有罗牌 伯尼只能凭借洋流和风向 来判断方向行驶 等到了海岸附近 就能循着灯塔回家 但是海岸上 由于暴风雪的袭击 整个镇上都停电了 灯塔也不能工作 在海上 没有了灯塔 就等于失去了眼睛 海岸边 居民们自发开上汽车 打开灯光 为伯尼他们指引回家的路 顿时 整个海岸线一片明亮 不知又在海里行驶了多久 又破了多少次浪 伯尼一船人早已惊疲力竭 各个被动得瑟瑟发抖 恍惚中 他们看到了岸边的灯光 岸边的人也看到了救援船的光亮 煞时间 码头围满了人 大家为他们欢呼 鼓舞 至此 电影结束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这次撞举至今仍被视为 海巡队史上 最伟大的小船营救行动 四名海巡队员 也因此获得黄金救生勋章 本片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灾难电影 其中还包含了 伯尼和米莉之间的爱情故事 由于时间关系 这里我没有讲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我是蜜瓜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